好 接下來我們介紹第十二個單字 叫design design design d 這個d 唸d 後面呢s-i-g-n 唸zine design 各位可以發現這個g 那個g 這個字好像沒有發音出來啊 design design 這個字呢 當作動詞是發明 設計的意思啊 設計東西 to make drawing or a plan of something to decide how it will look or work 它的英文解釋蠻值得看的哦 它是呢 你去make 你去創造出一個drawing 你可以創造出一個畫畫 好 你去創造一個畫畫 或創造一批計畫 有畫畫或計畫 用這些稿 草稿呢of something 某樣東西的草稿 畫畫呢 去決定出來to decide 去決定how it will look 去決定一個東西將會怎麼樣呈現 look 可以翻譯成呈現 how it will work 東西會如何去運轉 work 可以翻譯成運轉的意思 好 一個東西會如何運轉 會如何表達 讓你呈現 好 我們就會說它是設計 好 所以東西還沒有成型之前 一定要先畫個草稿 那我們看例句呢 as we design a new house we need to decide how each area will look and be used 好 他說呢 當as翻成當哦 我幫你把連接詞畫起來了as 這個as呢 它後面如果是句子的話 它後面如果是加句子的話呢 它都通常會翻成當 好 所以當我們呢 在設計一間房子的時候 when we design the new house 當我們在設計一間新屋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呢we need to need to 後面加圓形動詞 we need to decide 所以圓形動詞是這個字叫decide 我們需要去決定一件事情 決定什麼事呢 決定是動詞嘛 這個動詞後面會有寿詞 來 各位寿詞 老師用綠色螢光筆幫你畫記哦 how each area will look and be used 這個綠色螢光筆畫起來的呢 我在下面幫你寫它是間接問句 好 當你一聽到間接問句呢 間接問句的公式你就要會背了 間接問句的公式一定是疑問詞 加上主詞加上動詞加上受詞 疑問詞 疑問詞是誰how 好 在這邊是how 疑問詞 主詞是誰呢 each area 翻成每一個空間每一個領域 動詞呢 動詞是look 好 疑問詞加主詞加助動詞 如果有助動詞的話 助動詞是放在主詞的後面哦 好 所以疑問詞加主詞加助動詞 加動詞加受詞 這叫間接問句 好 間接問句 疑問詞 how 主詞是 each area area是區域 所以呢 我們就必須要決定 當我們在設計一個房子的時候呢 我們一定要知道 決定 決定呢 how each area 每一個空間是如何呢 被看起來 will look 每一個空間 將會如何 look look可以翻成呈現 每一個空間是如何呈現的 而且每一個空間呢 how each area be used 每一個空間是如何被使用 好 所以各位可以留意一下哦 疑問詞加上主詞 加上助動詞 加上動詞 好 動詞有兩個 look and be 好 再來呢 我們看到design design這個字 除了當作動詞 還可以當作名詞 叫設計這件事 所以the design of the lamp the design of the lamp what is lamp l-a-m-p lamp 這個字叫做燈具 好 所以這個燈的設計是名詞 這個燈的設計呢 這個the design of the lamp is very special 好 這個燈的設計非常的特別 I wonder I wonder 我們剛剛才學過 叫做想知道 我好想知道哦 I wonder who created the act 我好想知道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後面這件事情 我想知道誰設計的 這個誰設計的呢 我們是用間接問句哦 間接問句 疑問詞who 主詞也是who 這個字比較特別哦 這個who這個字呢 它同時扮演了疑問詞跟主詞的角色 好 這個who呢 who created the act 是誰創造了他 好 這個who呢 它這邊是同時扮演這兩個角色哦 疑問詞跟主詞 好 所以我好想知道 I wonder who created the act 是誰創造的 好 第十三個單字叫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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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一下它的動詞 它的動詞分 它的動詞三態是 重複字尾加ed 重複字尾加ed 可以幫自己標記一下哦 重複字尾加ed contro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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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複字尾加ed 好 control這個字叫做操控和控制哦 to make a machine 當你去製作一個機器或者是一個系統 to make a machine or system operate in a particular way 當你使得這個make翻譯成使得 當你使得一個機器或者是系統被操作 operate 當你使得機器跟系統被操作是用一個很特殊的方式 in a particular way 用特別的方式這叫做操控 好控制 那我們看例句哦 the robot the robot is controlled by a computer so it won't work without a computer 好它說呢這台機器人 robots 這機器人呢它B動詞加PP B動詞加PP翻譯成被控制 這台機器人是被控制的 被誰呢 buy a computer 被一個電腦 所以啊 所以 the robot 這個機器人呢 won't work 這個機器人是不會運轉的哦 without 沒有電腦的狀況下 without 是沒有的意思介系詞 沒有電腦的話 它是不會運轉的 好 再來呢 control呢它有另外意思叫控制 to make someone do something 當你呢使得某人去做某件事情 or to make something happen 你使得某件事情發生 in the way you want 是用你想要的方式去發生的 就叫控制 一句 you don't worry don't worry about the things 不要去擔心 worry about叫擔心 don't worry about the things 不要去擔心那些事 什麼樣的事 that you cannot control 這個橘色的地方是個關係字句 that是指關帶 that you cannot control 翻譯成那些你沒有辦法控制的 好 各位先可以幫自己把關係字句呢 用螢光筆畫起來 就橘色的螢光筆 這個也可以用中瓜糊刮起來 它是個關係字句 關係字句就是當作形容詞使用 那些你沒有辦法控制的 各位可以看到中文的地方 那些你沒有辦法控制的 那麼長的形容詞 在我們這個句子當中 是用一個關係字句來呈現喔 它放在後面當形容詞 往前修飾那些東西 所以don't worry about the thing that you cannot control 不要再去擔心那些你永遠沒辦法控制的東西了 好就是讓它隨其自然 它這個是個起始句喔 you其實是有個主詞 you你這個人 講話對象是講給你聽的 這個you呢被省略掉了 好那你可以把它還原 you don't worry 你啊不要那麼擔心 那個你可以放上去 你也可以把它省略像課本那樣子 那這個句子呢 老師幫你還原成其他的方式喔 它其實原本啊 這句話應該是要講這樣 don't worry about the thing 不要擔心那些事 然後句號 you cannot control the thing 好 不要擔心那些事 你啊是沒有辦法控制那些事的 各位有沒有看到 所以呢 為什麼會從這兩個句子合併 變成我們課本上面的這個一句話 有關係子句的句子呢 其實它是有演變的 一開始是兩個句子 不要擔心事情 好那些事情是你沒有辦法控制的那些事情 本來是兩個句子 我們把它合在一起 變成don't worry about the things and you cannot control them 好不要擔心那些事情 而且其實你也沒辦法控制它們 好這些事情跟它們是指同樣的東西 前面的這個授詞跟後面的授詞 是指同樣的東西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有點浪費我們的時間 講那麼長幹嘛對不對 可以把一個句子精簡就精簡啊 不要浪費時間 所以這個句子就慢慢的精簡咯 don't worry about the thing 不要擔心那些事情 that you cannot control 那些你沒有辦法控制的 各位可以看到 連接詞and跟代名詞land 兩個字不見了 變成一個字叫關帶 所以各位用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一個句子的演化 其實關帶呢 它是連接詞 跟代名詞的縮寫 關帶that 其實是有代替 連接詞 跟代名詞的作用 好 所以呢它代替了前面的先行詞 the things是我們的先行詞 好然後呢 它代替了前面這個 重複講過的第二次 第二次不想再重複講了 我們用關帶寫 而且呢 and呢是連接詞 連接第二個句子 我們的關帶that 也可以連接第二個句子 好 所以稍微去理解一下 為什麼會有關西子句這種東西 關西子句其實是讓你把 那麼長的句子 好這麼長 這兩個句子都很長 讓它精簡成一句話就好 濃縮成一句話 那為什麼它可以這樣做 因為關帶有兩個功能 它是連接詞 它又可以是代名詞 代替前面講過的話 好所以呢 don't worry about the thing that you cannot control 句子是看起來就精簡多了 它其實是有演化的喔 好再來control 也可以當作名詞叫控制 好我們看例句 the meeting went well because our boss had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好來它說呢 這個會議呢 go well the meeting是主詞 went well翻成go well go go的過去式 go well就是走的很順利 好進行的很順利 你就可以說went well went well go well the meeting went well because our boss 為什麼會進行的順利 因為老闆啊 使得每樣東西都under control 使得每個東西都控制